到今天我再很明確的請觀光局局長以及人事處處長當面對職 才發現原來高美蘭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高雄市的觀光局主密 他並沒有請主密 我今天早上詢問了觀光局代理局長以及人事處處長 觀光局局長很明確的告訴我 高美蘭主密他上次發表辭職聲明訊息後 截至今天為止 並沒有正式請辭的書面資料進來 而且觀光局局長也跟他告辭 他只是發表辭職聲明並不代表辭職 他一定要個人來辦理辭職的手續 這樣子才算辭職 因此高美蘭他本身就知道說他其實還沒有請辭 居然就發表聲明來欺騙社會 逃避議會的監督 這樣子導致民進黨一些想要再 調他來市議會備選的議員 都認為他已經請辭了 而在這幾天的議會的質詢裡面 都沒有辦法去請高美蘭主密到議會備選 所以我覺得高美蘭主密 已經是在欺騙市民玩弄制度 把高雄市政府的體制完全不放在眼裡 而且他在 觀光局有講 他在正峰市因為事件爆發之後 他有去補見申請他的財產申報 因此他並不是主動去更正 而是整個東窗事發之後再去做更正 一連串的動作都可以看到高美蘭的手段 心機都不是一個正向的 完全在未必責任逃避監督所做的這些小手段 居然可以欺騙市民 讓大家都以為他已經正式請辭 直到今天我再很明確地 請觀光局局長以及人事處處長當面對職 才發現原來高美蘭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高雄市的觀光局主密 他並沒有請辭主密 當然他現在還是觀光局主密耶 他現在真的沒有做任何的請辭的動作 所以我們完全不了解 為什麼他要欺騙大眾說他已經要請辭了 正常來講發聲明跟這個動作是要並行的 你有做這個動作你才可以發表聲明說 我要請辭不知道什麼事關光局主密 結果你只有聲明你居然沒有請辭 那你這樣子不是詐騙不是欺騙什麼 才是詐騙什麼才是欺騙的 他現在在領高雄市的訴訟 他現在在請假嘛 如果照他一開始的請假是請一個月的長假 請無薪假嘛 但是這個跟他請辭是兩馬之事 但他的年資還在照算 所以他現在確實還是觀光局主密 他所享有的觀光局主密的待遇是不變的 只是他的請假 但是他卻跟市民講說他請辭 他要請辭觀光局主密 這個聲明也出來了 結果居然沒有做 那這個是天大的謊言 今天終於被觀光局局長親口證實 高美蘭主密完全沒有做任何一失一毫請辭的動作 就只有發表那個情形聲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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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